那你跟你老公 肯定是他先追你 对 但他非说是 因为那个 我们认识的男生 都觉得你比我说 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认识了 九年都没有在一起 他算是我的一个老板 然后你是我的假帮 然后我就一直 小心翼翼的那种 然后有一次 我就觉得 别人就都跟我说 说你这个人 就是有的时候 不太会做人 你有时候送 送给过你老板的东西 我说没有 然后我们正好 去香港有次旅游 旅游之后 就在那个打折店 买了一件 就几百块钱的一个 一个叫名牌吧 那我就觉得挺适合他了 但是就巧不巧 正好那段时间 是2月14号左右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但是不是当天啊 就那几天 后来那个我就说 我说那就您那个 情人节快乐吧 虽然我不是你的情人 这确实就是一句 因为大家都已经缓和了嘛 后来他这就 可能就来劲了你知道吗 就开始跟我 就老约我呀什么的 我真的还以为是工作 因为我们之前工作上面 也会约什么的聊天 后来结果一天就是表白了 我真的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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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 初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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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朗